我們看第四題 他說一位星在聚地星R的地方做軌道運行 與使該位星在聚地星2R的地方之軌道上運行的話 與使該位星永遠脫離地球 兩者所需補充的最少能量比是多少 我們看從這裡跑到這裡來的話 你要補充多少能量 我們知道說 在軌道上運行的 這個位星的總能量 是等於一半的位能 2R分之負等級大M小M 所以ET 在軌道2R上運行的 總能量是 位能一半 就等於1R分之負等級大M小M 所以這個我們要留意 從這裡到這裡所需要做的勾 是等於這個減這個 就負1分之1減掉負2分之1 4R分之1就是4分之1 4R分之1大M小M 但是呢 你如果讓它從這裡跑到無窮的地方去的話 你所需要做的勾 跑到無窮的地方的話 最小總能是0 動能等於0 位能等於0 減掉多少呢 在這裡的總能量 2R分之負等級大M小M 所以這個是等於2R分之1的變化 這是2 那我們看太陽 十號比什麼 太陽呢 這個比這個 該衛星在距地心R處的陰形的 這軌道上陰形 使該衛星用養者所補充的 所補充的能量的比這個W 比上6 就1分之1比上2分之1 4分之1比上2分之1 就等於1比2 所以答案是1比2 第一人1比2 3分之2 3分之1 4分之2 2杯 4分之1 4分之1